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兄弟们正式服务上新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肉刀削弱 被动伤害减速效果几乎是对半坎 并且远程使用时 伤害和减速效果减慢 然后就是冰仗 被动额外伤害冷却时间 从3秒增加到5秒 那这波联动削弱 影响最大的就是现在 一中带惩戒的法系英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肉刀神木希 神木希的每个技能 都不带减速 完全先依靠肉刀60减速 给对手脱鞋 然后冰仗的20%减速 恰巧减到初始值以下 触发冰仗的额外伤害 那这个数值有多巧呢 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大部分的法师初始移速350 360左右 戴上常规的受力法穿 出完鞋再来个回抢 移速490 500左右 那神木希一个减速下来 正正好好打到350以下 触发冰仗额外伤害 这样肉刀减速一坎 额外伤害一定是打不出来了 对于射手而言 电刀的移速约等于回响的移速 道理是相同的 不只是减速冰仗的额外伤害 冷却时间增加也很关键 很因为肉刀面具的搭配 日目也成了固定出装的一件 这不就巧了 日目被动持续4秒 冰仗CD改为5秒 例如神木希想远距离无伤消耗 5秒内丢两个大 只能打一次冰仗被动 如果等5秒 不好意思 穿透没了 伤害自然下来了 或是近身丢技能 维持日目被动 那你都走到人家面前了 自己生存风险明显提高 其他的法系英雄也是一样 边路战坛一样不太好过 本来4分钟前对线就不好出打野刀 还要削弱一刀 另外肉刀血手的组合也受到了影响 所以肉刀殡杖这一坎 会对非常多的英雄造成不同程度的削弱 除了肉刀加成非常大的英雄可以继续出 很可能有些英雄要放弃肉装 重新回到全输出 版本更迭 全民坦克的时代持续不久了 接着就是英雄调整 首先是存下枪 二技能穿透下调 本来出现很多先出中师 加快跑图发育速度 舍弃黑切 最后补一件防御装的玩法 那这么一削弱 黑切又丢不掉了 发育节奏放缓 生存环境变差 好不容易追上版本节奏 又要降温了 然后就是扁鹊 基础移速 提高10点 二技能对队友的回复量提高 要说这个版本 扁鹊也是全方位躺枪 帽子伤害下调 大输血量招砍 核心装备被削的一个不留 输出不够 生存堪忧 低度掉到了法师垫底 这次加强增加了一些机动性 提高了团队的收益 但还是抵消不了版本弱势 只能说了胜于无霸 下一个是司马懿 二技能被动返还 受到的法术伤害 从5秒减少到2秒 单从这一项改动上来看 是个大增强 面对法伤英雄 更容易生存了 但是太吃对手阵容了 普世性不高 对面物伤亦多 这项改动几乎没有用了 还有就是安琪了 又有又增强了 大招护盾量基础值 和等级成长提高 大招使用后的禁用时间减半 护盾量的提高 不仅能稳定释放技能 提高伤害 而且可以快速开关大招 也可以更容易躲避技能控制 要说安琪了 连续多少次增强 已经数不清了 这个才是低调的新规理 接下来是非平调 低技能下强的突进 只对终点目标造成击飞 并且不再无视任性 作为补偿 使用技能时的僵持时间减半 两段大招手感精准度提高 作为代价 大招二段的基础伤害 等级生长 AD加长全面下调 要说飞自上线后 强度一直在线 但是操作手感并不是太好 这么一改 也能降低一些班率 更有机会玩了 具体强度变化 还有待观察 最后吸尸削弱了 一技能拉人的基础CD 增加两秒 我认为这个削弱要分情况 因为吸尸重要的作用 是让对手掉点 所以对于拉得准的玩家 这波削弱影响并不大 如果纯靠摸奖 那就要多出CD装来弥补削弱了 好 大家对于这些改动 还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你这么说 让我想起了我的好兄弟孙病啊 我一直觉得 我跟孙病的八字不合 那真的是他在对面 他能赢我 在我这边 我就得输 啊 我的好孙病 我这两天晚上 睡觉的时候 被子一掀开 哎 居然孙病在 大勇工会96536 虎牙688 每晚7禮拜 咱们不见不散